近年来,汉服成为许多年轻人所钟爱的服饰,穿汉服出游也已成为新的时尚风潮。 作为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,山东曹县仅汉服生产企业就有2000多家,演出服销量约占全国份额的70%。 今年的第一季度,曹县汉服销售额达10.38亿元,实现历年来同期新高。 近日,记者来到山东合泽曹县大吉镇汉服生产基地实地探访了解到,在汉服消费群体中,选择100到300元价位的用户比例最高,达到40%以上。 而这一价位的汉服大多来自曹县。 记者发现,曹县拥有21个淘宝镇、176个淘宝村,位列全国第二,与浙江一屋并称为超大型淘宝村级群。 近曹县的大吉镇就拥有了2万多家网店,吸引成百上千名大学生、外地务工人员回乡就业。 我身上这一款名字是凤凰阵雨,然后它有三部分组成,然后上面这个呢是云间,然后这个是外批,然后下面还有一层那个平行者的马面裙。 我叫陈冰,然后今年20岁,在这个汉服基地,我的职位就是汉服模特,我平时就是穿汉服在外面取景,然后拍一些视频照片什么的,拍完之后可能还会批点图。 这个挺感兴趣的主要是,我感觉就是穿上这些汉服特别的光荣。 陈冰和王一朵同为00后,都在曹县汉服生产基地从事相关工作。 王一朵告诉记者,他的工作是汉服文案宣传,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当今的年轻人所喜欢的事物。 自己每天都要对网络上最新的流行元素进行分析、梳理,时刻掌握最新的流行动向。 网络也是不太发达,在我小的时候,其实这个网络一步步的就是发展起来,淘宝村也逐渐就是壮大起来。 从一开始零星的几个产业,后来到我们这个基地,就是大型的,然后也有很多附近的就是其他地方,比如西安的了,像是其他名声景点的人也会过来租赁或者是购买,然后客流量也是很大的。 来自浙江的带货主播郑雅文,已经在原本的带货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今年开春却来到了山东曹县。 他告诉记者,汉服会是接下来的新趋势,所以自己毫不犹豫地来到曹县,挑战新的赛道。 其实在从事主播行业,原先的话是在浙江里面去做我们的一个百货带货,将近有两年多的时间,那是做到了一个排行榜币第六名。 汉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风起,那对于我们所有的,包括只想要去做主播带货,包括做我们做电商的这个平台呢,是非常给力的,把我们的文化带到更多的人面前。 在未来的一个汉服趋势当中的话,山东曹县汉服绝对是作为一个number one去做的。 随后记者又来到曹县代极镇孙庄村某印花厂。 据工作人员介绍,每年的第二季度是汉服生产的旺季。 一到这个时候,面料和印花、绣花的制作人手就开始紧缺,最近工人每天要加班到11点到12点左右。 而由于汉服产业规模不断扩大,当地汉服相关的服务型企业,例如页面设计、产品模特及摄影等等,也都在不断增多。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体量,而且这个品种越来越多,现在也吸引到南方的一些布料厂家, 还有辅料的一些厂家来到我们代极镇孙庄村进行安营大寨,或者说设半枝树,设经销树,浙江,江苏,广东,还有安徽,这些来我们这边的布料商就将近70家。 辅料商主要是来源于义务那边。 现在销往国外的这种产品呢,主要是这个万圣节和圣诞节,还有这个cosplay,动漫的这些服装。 像万圣节,圣诞节的这些服装主要是销到欧美,包括这个美国,澳大利亚,加拿大,还有英国,巴西等这些国家。 像cosplay,动漫这些服装主要是以日本为主。 我们现在销售的这个渠道呢,大部分还是来源于这个贸易公司,还有一些做跨境电商的。